美股昨天的表现是反复的 方向就不算很明确 市场观望着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星期四就会发表货币政策相关的演说 大行高盛就说联储局 现在需要以足够力度去收紧货币政策 但是也不能够造成经济衰退 就说从历史经验来看 这个任务就是很艰巨的 他们就估算了 美国经济未来两年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达到35%左右 看到昨晚美国十年期债息 都抽高到三年高位 另外俄乌局势那里 大家最近都关注着 新加银行就说 受到这个战况的影响 就下调全球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一月的时候 就是估计会有一个4.1%的增长 现在就下调去到增长 就估计得到3.2% Thomas你看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机会 好像高盛说 也有3.5%的机会 你觉得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机会大不大? 我觉得今年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事实上也看到美股的反应方面 也不是一个很强烈的状况 当然刚刚公布了通胀数字 已经去到8.5% 超过40年的新高 1982年1月的位置 始终加息的力度的确是要加大 但之前经济增长一直都比较强劲 所以就算加大加息的力度 相信对于美国经济增长 就不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性的影响